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近日去离家不远的一处寺庙 拜访那位德高望重的高僧 老人出家多年 对红尘的来来往往早已经看淡 不过他却对为人处事中的一些关键点看得很准 当我问寻起人生的际遇时 他点拨我 人与人之间是有素质区别的 有的人浑浑噩噩,得过且过 一生没啥建树 而有的人却冷静超凡 拥有出人头地的特质 他们的后半生往往与众不同 所以一个人如果拥有这四个特质 那么他们离出人头地就不远了 那么高僧嘴里的一个人 会出人头地的特质 究竟有哪些呢 一,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高僧说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 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就是拥有了一颗强大的心脏 一个人在人生的历程中 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 当一个人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 或者遭遇忽如其来的事件冲击的时候 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 用自己清晰的思路去解决自己所遇到的困难 即使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他们还会遇到很多障碍 但是他们还会用一颗强大的心脏 去冷静的面对和处理 这样的人不管遇到哪些困难 都能从容面对 所以他们的后半生 必然会从容不惊 人生的境遇 必然会雨后春笋 蹭蹭蹭往上涨了 二 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理素质 高僧告诉我 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 除了要拥有强大的心脏之外 还要拥有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理素质 佛家有个故事 是这样讲的 寒山子问时德曰 世间有人帮我 欺我 如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如何处之乎 时德笑曰 只要忍他 让他 避他 由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过几年 你且看他 把这个故事切换到红尘频道 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人拥有了 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之外 即使遇到落魄 甚至是落魄的时候 也不会轻易服输 他们知道 人在逆境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不能自暴自弃 然后再靠着自己的努力 去顽强拼搏 也许一个人在逆境的时候 会遭遇很多想不到的困难和打击 甚至是他人的嘲讽和忌悔 乃至遭遇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尴尬处境 但是 福音旺盛的人 靠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理素质 最后必能顽强地走出困境 实现自己东山再起的人生目标 所以逆境中要学会死猪不怕开水烫 往往就是这个具有强大心理素质的人 所识破的一个小天机 这样的人走出逆境后 迎接他们的后半生 必然是与众不同的人生高度 三 拥有恰当的城府 高僧说 世人为了名利 总是会陷入勾心斗角 你来我往的争斗中 一个人身在红尘 不要太天真 更不能太直白 保留一种自我保护的城府 很有必要 人生在世 与人相处需要一些城府 蔡根坛中写道 君子之志 欲运诸藏 不可使人一知 做人要有城府 对于不熟悉的人 不要全盘托出 可以适当地保持一些神秘感 要弄清对方的目的和本意 多接触一下 认可对方的人品之后 再进行下一步的联系 有一些城府的人 在做事情时 会仔细地规划前期的准备 会规避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 在出现突发事件之后 也能够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 不会偏离自己的正确路线 做人有一些城府 往往能够将事情考虑周全 会照顾到自己周围的人 能够顾及他们的情绪 会让周围的人对自己都有好感 相处起来也会更加融洽 做人要重感情 但是很多时候相信陌生人 分辨不出谁是真心 谁是假意 谁会让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 有一些城府 在接触的过程中 注意看对方做事的细节 能够理智地判断对方真正的意图 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之后 可以及时做出选择 是继续交往 还是保护自己 人生在世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与人相处 其实有些人的伎俩很简单 稍加分析就能够明白 只不过站在人情的角度上 才会轻易地被蒙蔽双眼 或许我们从小学习的道理 是要用真诚的心去待人 但是在此之前 要先看自己对面站的这个人 值不值得自己付出 人生在世 有一些城府防他人 保护自己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循序静静 才能够达到非常深厚的情谊 若是有人靠近自己 想快速地和自己 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 对方极有可能是有利可图 不要傻傻地沦为对方的工具人 好的关系一定是互利互惠 是两个人在一起 能够实现双赢的效果 做人有一些城府 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会轻易被骗 也不会让自己的感情受伤 做人有一些城府 才能交到志同道合的义友 事业需要筹谋 事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唐朝时期的房玄林 深受李世民的器重 他跟着李世民攻城掠地 其他的人都是搜刮财宝 只有房玄林每到一处 都会了解比较有能力的人 并且把他们引荐给李世民 房玄林知道李世民最终要成就大业 所以一路为他积聚人脉 在李世民后期处理朝政的时候 能够说服朝廷里的文武百官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李世民能够成就宏图霸业 房玄林功不可没 也正是因为房玄林为李世民到处招揽人才 才出现了当时人才录用的不拘一格 更好地保护自己 埋头苦干 慢慢地发展自己 壮大自己的势力 成就事业 有点城府才能看清楚身边的人 猜透他人的心思 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 规避风险 四 拥有韬光养晦的睿智 高僧说 活在红尘 除了要有城府之外 还要懂得韬光养晦 中国人喜欢中庸 这个中庸其实也包含着韬光养晦的含义 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 单单靠自己城府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还必须在重要的时候 守住自己的光芒 去慢慢地寻找机遇 去等待一发冲天的机会 等到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的时候 过往所有的沉默和坚持 就都有意义了 听了高僧的话 我不由打心眼的佩服 看来老人家虽然已经出家多年 不问事事 但是内心深处对人性的思考 对红尘中来来往往的利益纷争 富贵荣辱都看得很清楚啊 朋友们 你们听了这个高僧的话 是否对人生的这个四个出人头地的特质 有了一定的了解呢 你们是否也拥有其中的某个特质呢 如果有 那就恭喜你了 你们的后半生就将与众不同哦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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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